继续 杨哥 你听听吗 能听听说 我有一个事 我还是想资讯一下 我今年吧 三十 然后呢 我同事的姐姐 她是三年前跟美国生的孩子 然后呢 这个同事落的呢 她也劝我说 因为今年也打算要孩子了嘛 然后问我说 要不要说也去美国生孩子这个事 所以说我也不 你啥家底啊 姐姐 就沈阳中上点家庭嘛 几位数嘛 就三位数多点 三位数多点 三位数是几百块钱 哥们 不是 W 你不是说底 我就考虑考虑 这个事 反正现在还说美国不太好 然后 然后我个人认为 我就想就是多了解了解 因为毕竟这个地方大家时间是比较长的 我就想知道这个事 我感觉像现在不靠谱 以前感觉都挺好的 现在我怎么感觉不太靠谱了 你现在 现在一直以前其实也不太靠谱 早期去的等生完了以后 现在都在尝试它带来的负面效果 明白明白 就举个例子 大家说 如果咱说如果 跟着海过去了 然后我那边拿白卡啥呢 其实是不是来说 挣了啥钱 你拿白卡选手你落什么磕呢 对不对 没有什么 你拿白卡就说白了 你去老低宝选手 挣钱都不能 挣钱都不能往银行存的选手 不磕什么铁子 那脸不要 出去吃人家地宝就脸不要了 嗯 但是他那边的医疗不是说那啥吗 医疗啥呀 那白卡那老公公医疗 那个白卡医疗 那都等多长时间了 那能排 排死都排死多少了 我身边都发生了多少起了 那谁跟你吹的牛逼 这是什么 咱那 咱那就人家一聊就溜聊的 谁跟你吹的 我挺好奇的 这个同事的姐姐已经过去了 然后就跟我闹这个事 拿白卡的 他老公开 他老公是不是开网约车的 好像 以前我听说好像是送过外卖 现在我不知道干啥 对上了 对上了 嗯 不太行 对肯定是不靠谷 对不对现在感觉肯定是 我现在因为我有时候有听你讲 我感觉越来越不靠谷 老滴宝选手 老滴宝选手 老啥呀 快 家里几百个过去顶滴宝去 现实住那老破破房子 去看看欺骗你 怎么挨个上来问一遍呢 骂你两句得意儿